作词! 词曲! 哇 吓死我了 我那天看到一个Police Trafik 他一面跳舞一面指挥路很爽 我在学他 Hello スラマット的当哥学到 今天我们会在一年级马来文课本 第六十四页 学我们常在马路上看到的五个东西 或者是动作 还没有开始之前 如果想要第一时间看到学到的最新影片 你可以点击subscribe 还有打开小铃铛 那现在我们打开第六十四页 我们今天会学的是tulis bergataan 我们就会学这图片里面的五个字 我们来看第一个字 jejantas 天桥 police traffic 交通警察 我们一起来看那个会跳舞的交通警察 在这个图画里面你就看到 ibu pimpin ananya 妈妈在牵 孩子 toppy gledar 头盔 就是我们骑摩托车会带的那个 toppy gledar 啊哈 所以你看一下 穿toppygledar是多么的重要 它会保护你的头 随时都会帮你保住你的性命 林达山 perjalan kaki ber isharat 有指示灯的 人行道 林达山的意思呢 是 人行道 那 perjalan kaki 就是 行人 所以在这个图画里面 你会看到 三个 perjalan kaki 那 berisharat 就是 有指示灯的 所以 林达山 perjalan kaki berisharat的意思 就是 有指示灯的 人行道 看了以上的影片 看了以上的影片 我们就知道有指示灯的人行道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我们记得要跟着指示灯来过马路 以免发生意外 幸好那辆车及时刹车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好 我们已经在课本认识完在马路上 常看到的五个东西或者是动作 那现在就是考一考你们的时间啦 我们看这些图 把我们刚才学到的perka答案写下去 你可以点击暂停来回答这些问题 过后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们的答案 Activity tiga Tulis nama benda yang diimlakkan imlak的意思呢 是墨写 所以我们要用刚才我们学到的字或者是词呢 从你的脑里面 记得什么 然后写下去 好 我们来看第一题 第一题的答案是 Lintasan per jalan kaki 你学到了吗 如果你学到的话记得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 以后你让大家一起学到 就这样下个影片见 Bye Bye